大家好 在这个乡村 这个农场里面生活了一个星期了 有很多的感想 尤其是这个阳光明媚的时候 这么照进来 晚上啊 这个有月光 坐这个小花山有月光照到我的背上 坐了晚上坐在那里 坐了两个小时 好像 这个一辈子都没有这样的咸心啊 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 美国招聘 这个中国任务 招聘这个特工 找特务啊 特别任务 中国特别任务 找特务 OK 要就是要能够讲中文的 尤其是要会讲方言的 谈这个问题啊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先讲讲今天早上的这个经历啊 还是讲讲我这个乡村生活啊 我讲过 从这里走路走过去到那个超市 大概是这个 一两公里路 结果走的话 其实要走这个 二十分钟 上午去的时候 外面只有两度 所以很冷 而且路上都好像有机兵 走路不方便 但是好在都是下坡 这二十分钟就走到了 这个超市里 碰到一个老太太 刚才很老了 她还在工作 我很惊奇啊 我就跟她打招呼 我说 我说你脑子不是七十岁了 当然跟我为她 她说我八十四岁了 OK 然后她马上就说 你是不是新搬来的那个农场的 我说是 哦 但是你是休暇就行的 你看看 这个小地方啊 因为这个傲生家庭啊 它在这里是世世代代 对吧 这个几百年啊 所以整个的方言多少公里 他们应该都是很熟悉的 所以他们搬走了 他们就会讲 哎呀 谁买了 是什么人啊 大家都很关心 所以事实上 我觉得这一代啊 真的是不能做坏事 人人都认识我 尤其我展了这个亚洲脸 那除了我还有谁呢 对吧 早上的时候 有没有丢垃圾吗 我倒了个垃圾啊 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丢垃圾 是要到一个公共的地方 在一起 要丢在那里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车嘛 我就把那个垃圾 放在塑料袋里面啊 就背着 就想这个路上 有那个公交车站的时候 一般都有垃圾桶嘛 但是这一代的公交车呢 就没有垃圾桶 一直走走走 走得很近了 才发现有些私人的那些垃圾桶 摆在旁边的 我就在找 找能够我 能够放垃圾的地方 然后我就丢进了一个 我认为是正确的 因为它也是分类嘛 它也是分这个什么 瓶子啊 罐子啊 或者是这个 这个能烧的 不能烧的 它现在也分类了嘛 所以我认为 我是丢的比较正确的 然后就走到那个超市 我一看大家都认识我 我知道这个 不能这么干 OK 那人家很快就发现 所以跑回去 一把垃圾桶 把垃圾桶捡出来 然后丢到超市的 公共的 那个垃圾桶里面 小地方就是这样的 OK 而且我回来的时候 就是有人看见 我就 我带你一程 但是我自己也是 一个是想走一走 第一次走嘛 再一个也是浩江 啊 不要紧我自己走 走回来就有点吃力 走回来因为都是上坡 但是风景很好 就在那个湖边 沿着湖边上坡走 大概 估计走了三十分钟 反正十点钟出去 十一点半才回来 OK 就完成了今天这个 走路买菜 在这个附近 这个好处就是 那个 如果天气好的话 对吧 走个 这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并不算太厉害 对不对 而且回来的时候 温度就已经六度了 去的时候是十点钟 才两度 回来的时候十一点半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温度就上到六度了 所以早晚一点点出去 这个雪化了 这个冰化了 这个路上没有冰的话 走还是可以的 OK 那么今天 这关于我在农村的 这个 在这里住的是越来越 越惬意 越来越觉得舒服 觉得就是好安逸的 真的好安逸在这里 这个时间啊 各个方面啊 这个 这个 它这里宝贝很多 好多好多的唱片 好多好多的CD 好多好多的这个 video 这个这个录像带 把那东西全部听一遍 看一遍 我会花很多很多时间 而且我发现这个老人家 他这个音乐的这个 喜好啊 跟我好像有点差不多 喜欢听那种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那种 那种 抒情歌曲啊 所以他那个CD 我放到这里 没事我就听一听 OK 好 个人的事情聊到这里 回头来聊我们这个时证啊 这个问题我是这么看的啊 什么人才会去做间谍呢 间谍做特务呢 特别特工啊 叫特工 虽然说他是工资很高啊 那个年收有十几万美金 OK 但是十几万都要买 也买栋房子的 真的我就觉得就是说 只有三种人可能会去做这种事情 OK 一种人是这个恨共产党 恨的就是说有刻骨铭心的仇恨 就死也给你干到底的这种人 就是我不怕死 我拿命给你拼了 这种人去干这种事情 第二种人呢 就是说可能是非常喜欢这个 冒险的 就这个这个这个当特工啊 看了电影 看那种 007啊什么东西啊又很刺激 就抱着这种幻想 可能去寻找刺激 那么第三种呢 可能就是那就脑子坏掉了 对吧 为了这几个钱呢 脑子坏掉了去干这种事情 因为这个特工这个事情啊 他这个生命啊 是真的没有保证的 为什么现在这一次CIA啊 那么大量的招这个 懂中文的特工呢 就是他们说 这个消耗的太厉害 他是用了消耗的字 就是我们用的那些特工啊 很快就消耗掉了 蒸发掉了 不见了 没了 OK 这个问题就很严重的 就是在你 你你你 做做特工突然就消失了 对吧 你们特工特务嘛 他是属于他自己的系统 他不属于这个什么 法律系统什么东西 你说你说 我是九哥对吧 我坐油管 那大家都认识我 什么事情 我是个公共人物 那里对公共要有个交代 特务不同 特务里的身份是隐瞒的 所以你被消失了是没人知道的 你不能告诉他说 哎我是特务 我是CIA的特务啊 你要保护我 没有这样的人吗 那是 你只要是特务 你只要上了CIA的这个这个名册 OK 那么中共这边他也有反特务 他也会买他的名单 他知道 哦原来你这个人在这个名单里面 哦原来你是做特务的 很快就可以让你消失嘛 那就真的 没客气讲了 什么法庭什么 没有这些套了 就是就是就让你消失了 蒸发了 对吧 那连这个 呃什么 从这个围墙上倒下去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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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捨的 这个这个借口都不需要 就是就没了 OK 就从一个方面讲 另一个方面讲就是说 呃谁会要去违背自己的民族 做这种事情 对不对 你想想看就是说这个 啊为了这个钱也好 为了什么也好 啊 你会不会要为了自己的民族 做这种这种事情 对吧 因为这个中国跟美国目前是一种 对抗的 敌对的这样的状态 那么敌对的这样状态的话 那么就是说 你就是与自己的民族为敌了 对不对啊 这个不要小看我们跟这个民族 这个关系问题 真的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啊 前一阵子有一个 就是一位姓陈的吧 不是前一阵子好多年了呢 一位姓陈的 一位这个华裔的 其实他是美国人 华裔美国人 参军 在阿富汗还是在伊拉克就自杀了 为什么自杀了呢 就是由于受到这个 他们军队内的 其他的人的歧视 因为你是华裔 因为你是少数民族 因为整个这个军队他只有一个华裔 那就是各种折磨 各种侮辱 各种什么都搞尽了 对他 参与各种各样的 那最后他实在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了 就是拿着钱啊 顶着怕 就自杀了 所以这就已经告诉大家 什么是民族问题 你说你是美国人 你不跟他不是一个种 对不对 他永远不会把你当成是 他们中间的一员 你就是 宁管你在军队里面 跟他一起服务 而且是跟他是一起 就是拿着命去跟他拼 战场上 他都不会把你看成是自己人 这就是民族的区别 所以这个我就觉得 这个 这些人啊 就是说帮国外的人 帮其他的 这个种族的忙的 这些人的话 中国人就叫做汉奸嘛 就是说汉奸嘛 就像那个 叫做余茂春那样的 他就属于是汉奸 就是你是帮着 别民族 他民族来搞自己的民族 OK 这个与共产党 国民党 与这个民进党 这些都没关系 OK 是吧 那民进党 只要你承认你是中国人的话 我们还算是民族之间的问题 对不对 那你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那就民党别论了 那国民党也好 他们至少承认我们是中国人 那中国人跟中国人 我们就是中国人 我们本民族内部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你跟美国的话 我们不是一个民族嘛 所以美国也是 他也是个民族来 你说他这个 这个和前天的事情 他只是在他的 安哥的萨克逊 他的种族中间 去这个技术啊 互相转让啊 什么东西 他不会转让给其他的种族 是日本 你再跟他跑 他不会给你 你是亚亚洲人 对不对 他说我会给你 所以这个种族 其实很重要 所以这些 准备去当这个CIA 去拿这份工资 去做这个监定 要好好考虑考虑 你不是说你在美国搞民选 搞那个东西 你民主党跟共和党 我们只要找间谍 你去到民主党 去谈不到情报 你到共和党 去谈到情报 不是这样的 你是这个白人民族 因为美国这个民 虽然美国是多民族了 这个国家 但是他还是白人为主嘛 就是他从权力中心来说 我不说人口啊 他的权力 他总是还是算是一个白人 这样一个国家 那个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是亚洲人 是汉人 这个民族 当然中华民族也是多民族 对不对 但多民族 他是以汉民族为主的 就是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矛盾 这样一个斗争 那么你在中间 要不要当这个汉奸 就是这样的事情啊 还有就是说 这个CIV啊 他这个说 他们的力量损耗得很厉害的话 我觉得他们那确实 也就是说有问题 对不对 你有问题 你的力量怎么损失 那么你们真的很聪明吗 对吧 我们知道这香港 香港 那个 这个 那次的事情 那CIV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CIV在里面组织 在这里 它确实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后来呢 都给都给抓起来了 OK 老公也是很厉害 先让你闹 然后 制定以后 全部给你抓起来 那么现在就是要 招这些能够懂方言的 你要懂这个上海话 懂广东话 你懂古兰长寿话 懂什么各种各样的方言的人 那还工资还要高 那 这闷南话是吗 问题是 你讲懂上海话的 那我在读书的时候 在上海的话 我们都是学上海话 对吧 不学上海话 是 那就是非常受上海人 提示 那现在你回到上海去 你去跟上海人就讲 这个上海话 人家说你是上海话 因为现在上海人都讲普通话了 上海的小朋友现在都讲普通话了 院子里 理论里的哪里都开始 都要跟你讲普通话了 那你还跑到那去 跟他讲眼睛不断上海话 再说你再会讲方言 你讲出来都是杨吉邦的 你不可能是很纯正的 对不对 如果说你是很纯正的 就像我这样 我是长沙长大的 我讲了很纯正的长沙话 那这样的话呢 证明你的根是在中国的嘛 那你更是汉奸的 对不对 那你的根在中国 你中国长大 然后你还去帮美国的忙 那更不应该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说 把这个圈拿开一点 看不是说 OK 所以呢 我就觉得就是说 所有的这些华人 在这个工作 在这个事情上 确实要三思而今 要非常非常深重 除非你真的活得不耐烦呢 就是说 我就准备要去自杀 我刚刚拿着命赌一赌 对吧 我就赚几个钱呢 给我的家里 而且我就 自己呢就是精心一把 这个人生啊 而且我 恨得恨得入骨 我非得搞它一下 因为反共啊 付出自己的力量 如果这样的话呢 那就没办法 对吧 那你可以去试 其他的人呢 我就 如果说我的亲戚朋友 我劝告他们 三思而行 OK 好 今天关于这个 这个CIA 招这个中国特务的事情 就谈到这里 其实在头中 好像是这个保险公司 给我来了好几个电话 所以我心里也好像是 没有心事讲了 今天先讲到这里 再见 拜拜